回到新的雜誌兵情報室,這一節就是沉澱了兩三個小時後,我想說一下我初步對Alpha 1的感覺 相信大家都看完之後,很多人看,我發覺在線看Sony YouTube直播都有接近23000人 相信對於整個行業,例如新機公佈來說其實是一個蠻誇張的數字 大家都應該沒什麼特別投訴的,對於新機的機能,只不過是有些傳統的Milota程義傑 你會覺得放棄了九字,變成一字,會不會都是另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呢? 還是另一個感覺就是對於$6500這個水平,除出來大概$50700港幣,這個價錢又會不會太高呢? 我個人就沒什麼特別意見的,其實我初時一開始推出,我都覺得Canon的USR5 去到$300多,其實水平是比較貴的,到$50700港幣,可能大家會對Sony的系統的價錢 還是比較寬容一些,又或者容易接受一些,又好像暫時沒有太多人看到價錢 是覺得比較貴的,但是我可以解釋給大家聽,其實呢,旗艦機呢,基本上出貨的量 例如你說跟A73那類中級機比,是真的差很遠的,那廠商需要去投放足夠的R&D成本 去開發一個新的快門,你這次見到Sony明顯是做了兩方面的很重要的改進的 就是那個機械快門本身,你見到呢,它除了有5.5級的防震,也都加了Active Mode 令到你手持,即是拍攝攝影視頻的時候,拍Vlog的時候,是會真的穩定了很多 好像之前剛剛騰龍出的那個$1770有一個AI防震的Vlog的設定 那這方面是有改進的,還有另一件事大家都會討論,四百分之一秒機械是快門同步 那對於你用閃光燈的,那你不需要用到高速同步模式了,那你真的可以呢,Full Power這樣用四百分之一秒 那真的呢,令到你可以在某些場合之下,例如真是大夜頭啦,戶外啦,可以用多一兩級光圈王 那這個對於某些攝影師,尤其是拍Fashion呀,拍運動呀都是重要的東西來的 那要留意的是,其實A1它現在的電子快門呢,它的閃光同步都是二百分之一秒的 那所以就變了,我想這次反而大家會倚仗著機械快門會多些啦,那還有 但是,實際上來說呢,三十個FPS呢,即是一秒三十張呢,都是一個進步來的 雖然,剛剛我也看到有些朋友說,會不會是根本是拍一段片 而那片呢,每一格都是五千萬像素,而CAP出來,那都不奇怪的 因為其實你看新的Sony這個Sensor呢,它真的是一個堆疊式的設計 而且它這次是特別在呢,它是內置了Memory在Sensor上面的 那變了,大家都會很關心那個Buffer問題啦,那當然實際要有實機才能試到那個Buffer啦 那但是,我想估計就是應該,大家不會那麼,即是不會那麼差異 即是說,拍一秒鐘,三十張,接著那個Buffer就會停掛 那應該這次Sony是真的放了很多MemoryBuffer進去的Sensor裡面的 那所以,會真的看出來呢,即是那個效果呢,應該是可以記下好很多的照片 還有,因為它連拍速度很快,那所以你一定要有那麼多的照片 才可以真是儲存,即是發揮到連拍速度的效果 那另一個comment就是,即是除了價錢之外呢 大家會覺得那個機身設計沒什麼改變 那我很純心來說,我就覺得,如果你說回顧以往A7S3,A73,A7R4 那我覺得,即是這部機,這樣就近A9的設計 那可能大家都會有一點悶的感覺 那但是,對於Sony來說,這一部機的那個,即是線條,設計,所有東西 那應該都算是這樣的 那實質上,其實我覺得可能這一個,大家要留意的 到真的有實機來的時候,你會發覺有一點分別都不一定的 即是正如,你由A7R3升級做A7R4,其實A7R4那個,手持那個感覺 大小啦,表面上機身使用的物料都是有一點不同的 那這個就拭目以待 那另一個,即是比較多人comment,即是批評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的那部機,那個EVF和這個LCD,即解像度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都關注,今次其實你會發覺,EVF本身很高解像度 去到900多萬了,那但是呢,如果在Fast模式之下,那因為顯示的數據 不是真的可以這麼快,其實它都有一點限制的 去到570多萬的,即是如果在Fast模式的話 那在標準或者精細的Mode,才去到900多萬 那所以如果你是拍攝剪照的,那你可能自己要設定那個EVF的解像力 那但是如果你說,即是買到這部機,那你老實說 那你真的想要快的,那唯有可能用Fast模式啦 那另一個批評點呢,就是它,這個 那個LCD,就是它的假像力只有144萬像素,那是3吋設計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Sony還會用這一類型的LCD 那但是其實實際上呢,我覺得LCD現在有幾個要求的 顏色準,顯示那個光陰程度是對的,在不同的情況之下有不同的顯示那個光陰程度 那另外就是,亦都可以配合到觸控啦,那觸控這方面呢 這次Sony是完全沒有說過的,那大家可以 如期它頂攏的效果呢,應該是會像A7S3那個Menu和那個觸控的感覺 但是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驚喜的,其實老實說就 一向旗艦機即使是一仔,如果以往Canon一仔,其實那個觸控都可能會比其他5D4那些差一點的 那我就不知道Sony這次是這方面的發展是怎樣的 那但是我相信呢,就應該是144萬像素呢,在相對來說 尤其是跟EVF的比較之下呢,那個感覺是相對偏差一些的 那這方面可能是這部機的小小的缺點啦 那但是你問是否又很難接受呢,那所以我又不太見到一些 即是市面上的產品是高過這個解像力,那我又覺得真是普普啦 那另外就商家的設計啦,那這個沒什麼投訴啦,那現在應該大部分人的信機都是 就是CF Express 8,Type A,Type B,XQD,或者再加SD卡的啦 那另外就是那個介面啦,其實有些介面呢,就宣傳上很有用的,我覺得 即是例如你說剛才說的,有個EVF在這裡啦,但是實際上你本身如果不是專業做記者 或者不是專業做體育攝技的話呢,其實很少用這一類型的功能 的功能,甚至講到無機的那個WiFi傳送那麼好呢,即是老實講呢,就可能根本就已經不需要 去用無線去傳送那些相片的,那我就覺得這個功能就是 是給某些記者,那但是某些記者其實現在很少是一些人多的大長合 即是在疫情之下,很少是這麼多人多的大長合之下去拍照,那所以我覺得 那所以我覺得有些,反而是一個,即是Full Size的HDMI頭 和新的USB-C的3.2的頭更加重要,因為這個現在對於 即是新的一代的可能MacBook啊,MacBook Pro那樣去配搭那些機身是會好很多的 那我自己也看到啦,即是作為一部專業機,那其實今次Sony都很著重 即是配合它的電話,那還有也都提供一些不同的App去配合那部機身 例如你可以真的在電話上去做即時的FTP和5G的傳送 那配套是ok的,但是我覺得尤其是專業來說呢,即是其實Sony都真的要考慮一下 那接下來是否再要整合多些不同的程式,例如網上以前就曾經試過 即是配合Sony版的Capture One去做一個image的處理啦,那我不知道 即是這個接下來是否一個方向,其實你看到富士在這方面做得不錯的 即是它是開發一套自己專屬的程式去解它的Wall 即是它配合不同的film模擬模式的處理啦,那Sony現在的軟件呢 所以我覺得都還未可以放上大桌子的,那反而其實Canon DPP是做得不錯的 那這方面其實我覺得Sony是應該要去放多點心機下去,去谷一部部部機 那還有另一件事呢就是,都是時間開始Sony要講一下 那這部部機,即是配合什麼類型的鏡頭呢,即是會不會有2nd generation的新的耳媽的鏡頭呢 在對焦速度都會快一點,可以配合到這部機呢,效能會高一點呢 那因為其實現在來說,即是如果你買一部新機,但如果那支鏡頭是舊一代的設計 會不會有影響呢,那我想這類型的資料呢,對於店舖來說都是重要的 那再之後呢,其實大部份的comment都是這幾樣東西呢 那有時,即是其實那個設計就,我想很相向的 即是可能在平民,或者一般用家來說,就希望能夠Sony對於那個輕觸式啊 即是那個介面操控的有少少改變,那但是老實說,如果你出一部機 線條又方方直直,變回到好像Canon那樣圓圓畫畫 那你又好像不太習慣,或者覺得那個感覺上是有少少東西有些不同的 其實會不會留下一些空間,即是可能之後是A74去出的時候會有少少改動呢 會更加好呢,那我覺得就都暫時來說,即是作為一部旗艦機來說 這個都是值得職務以待的 那最後一件事就是那個機身拍片的定位問題了 那現在,即是如果規格上,那這部機真的拍片最好了,即是最好了 你希望可以8K30分鐘啦,那雖然它都射得很含糊的 都有機會說,即是不同的設定之下可能會過熱的 那我想肯定有些KOL會試,即是說Youtuber會試那個機身過不過熱的情況 那但是我想相信Sony在這方面會做得好一些的 那但是我想實際效果不會差很遠 那但是配合新,即是A9的對焦系統,加上一些新附加的對焦點啦 那因為它的Sensor其實本身多,很多像素的嘛 那另外呢就是8K的拍片系統啦 那還有可以做over sampling,那即是例如你4K這120格,那是Full Film的設計 那但是如果你是去回Super 35的架式的話呢,那它的解像力可以更加推高一些的 那那對於,即是這部機來講呢,其實真的,某些用家來講,可能拍片呢 拿來做拍片的效能呢,會比舊的A9,舊的A92,那還有A7S2更加會有效啦 那這個就是看看大家,即是在拍片那方面呢,會不會真的可以真的要,會考慮是用,即是這部機 可以欣賞一下它的拍片呢,即是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它的Creative style呢,可以直接放在拍片那方面呢 那證明它的機身那個processing,還有處理數據的能力是比以前高了很多的,那這個也是值得一讚的 那還有啦,其實都想考慮一句啦,其實這類型機呢,即是可能買一部呢,即是那個比例呢,一定會是跟A7S3啊,A7R那些系列呢,相差很遠 可能那邊買10部,那邊才買一部的,那所以,對於專業市場來說呢,即是廠商要收回一個這樣,即是那麽上下的R&D的費用呢 尤其是去年其實CANON迫得很厲害的,那但是呢,在CANON裡面,它還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賣點,例如是, 即是四百分之一秒的視頻同步啦,那那部機身那個5000萬像素而去到30個FPS,那真的開始解決了這個R和沒有R的分別啦 即是可以將兩系列的機器融在一起啦,那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程碑的改進來的,那現在唯一呢,之後呢,即是要再去看一部機實際測試啦,例如那個ISO的表現是怎樣啦,成長的表現是怎樣啦,即是例如它會不會真的給 現行的A9,A92是好很多呢,又或者會不會甚至給A7R2,即是四千幾萬像素是有一個明顯的進步呢,那這方面就真的要等試用實機的時候呢,我們才知道啦,那今集節目時間是這麽多啦,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